中国远程导弹引起美国注意 俄军有同类装备已经在乌克兰发挥作用 大家好 我是萧英华 欢迎收看《允华观点》 俄制朝远程空空导弹在乌克兰建功 中国同类导弹也已列装 霹雷摇漆被美国侍卫眼中钉 珠海航展已经闭幕 关于珠海航展的各种信息和争论 才刚刚开始 航展上我军展出的各种新营形装备 引起了广大军民的密切关注 随着我军的军事透明度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的新营形装备 开始在珠海航展展出 很多以往被视作杀手舰 机密武器的装备 也不再藏着掖着了 这是我们大国自信的体现 不过这么多武器 机中展出可就忙坏了老外 比如外界一致猜测 我国正在发展一种可以垂直发射的超高音速反舰弹道导弹 可能会装备在055大型驱逐舰上 提升其远程反舰能力 结果在这次航展上 我国就展出了英机21E 不过另外一款王牌武器倒是没有露面 那就是之前官方曝光的霹雳17远程空空导弹 这款导弹究竟有什么特殊呢 甚至连美国都担忧 这款武器可能会是美军失去在亚太地区的空中优势 其实霹雳17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武器 早在2016年就已经有照片显示 解放军的歼16战机正在测试一款大型对空导弹 只是国内一直没有官方消息 可惜霹雳17这次没有亮相航展 但根据之前曝光的照片 我们依然可以大致猜测它的设计理念 霹雳17是一款体型很大的空空导弹 但是只有一副很小的尾翼 关于它的射程 外界猜测从200公里到400公里不等 美军认为霹雳17的射程可能高达400公里 毕竟霹雳15的射程就已经达到了150公里 美国为什么对霹雳17这款导弹非常忌惮 甚至称它为改变亚洲地区的空中优势呢 原因就是这款导弹主要就是 针对美国的大型作战飞机研发的 大家知道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作战机群 包括预警机 轰炸机 侦察机 加油机等等 这些飞机是美国的战力倍增弃 以往由于美国空军掌握着绝对制空权优势 这些飞机几乎从来没有受到威胁 但未来面对中国空军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解放军在西太平洋有着绝对的兵力优势 又是本土作战 而美国只能依赖少数基地和航母进行作战 想要拿下绝对制空权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解放军的战机 特别是歼20就可以携带这种远程导弹 去打击美国的加油机 轰炸机 预警机等等目标 彻底打破美国的战略网络体系 一旦美军的作战体系被打破 美国人的空农优势就会变成空弹 如果之前还有人怀疑这种远程空空导弹的价值 那么这次俄乌冲突中 俄军的实战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最近俄军237M远程空空导弹出尽了风头 包括米格31苏35甚至苏57都使用这款导弹 取得了战果 苏57在200公里以外击落了两架无军战机 美国现在正在加班加点的开发 ARM260超远程空空导弹 连美国人都在追赶掩置这类导弹 可见我们这款导弹的性能有多强 我们就是要在这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让美军彻底失去亚太的军事霸权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